教宗方濟郭表示 黑手黨是受絕佛的人 大家好 歡迎收看鹽宇光電視教會透視節目 我是梁樂妍 6月21日 教宗方濟郭探訪意大利南部 位於卡拉布尼亞行政區的 卡薩諾阿諾尼奧教區 會午服刑人士 老年人、窮人及病人 他為當地25萬信友舉行梅撒來結束訪問活動 教宗在梅撒港道指出 崇拜邪惡、滅視公益 就是犯罪組織的活動 他毫不含糊地譴責黑手黨 暴力及虛假的偶像 教宗強調 必須對抗消除這個邪惡 必須對它說不 我知道教會在教育良知方面付出很大努力 教會必須花費更大的精力 讓善能夠佔上風 這些是我們孩子們提出的要求 是需要希望的年輕人的請求 為了能夠回應這些迫切的需要 信得能夠幫助我們 那些走上這條邪惡道路的人 和黑手黨人一樣 不與天主共用 他們是受絕罰的人 一旦將朝拜天主換成崇拜金錢 就是為罪惡、個人利益 和欺壓行為闖開道路 若不朝拜天主、上主 就會成為邪惡的崇拜者 就如生活在可恥和暴力環境中的人一樣 教宗特別號召當地青年人面向希望 她說 可愛的青年們 你們不要讓人奪去希望 你們若在心裏朝拜耶穌 與祂結合 你們就會知道 以真、善、美的力量對抗邪惡 不正義和暴力 6月15日 四川天主教神節學院舉行了2007級畢業典禮 院長陳公澳主教 在薇薩結束派遣禮當中 為2014年畢業的15位修士 舉行隆重派遣禮 當日出席典禮的嘉賓有 南聰教區陳公澳主教 貴州教區蕭澤江主教 四川秀苑全體師生及秀苑附近六十多位教友等等 參加了畢業典禮 陳公澳主教在致詞中 深情地回顧了2007級學生入學七年來的 神業、學業、生活方面的精彩瞬間 及成長經歷 點點滴滴、歷歷在目 表達了對畢業修士們的祝願及期望 接著分別有修士代表、畢業修士的父母代表 教師代表及學長代表發言 在修士及家長們的發言當中 表達了修士們對修院生活的真實感受 及依依不捨 表達了修士們及家長們感謝各教區 修院及老師們對聖教的關心 支持及辛勤培養 作為學長代表的謝榜勇神父 在發言中 鼓勵15位畢業修士 在適應角色與身份轉換時 要勇敢地面對將來在牧靈中的挑戰 在任何環境中 總不忘記做地嚴世光 希望大家保持一個健康的體魄 和良好的心態 因為這些是成就牧靈複存事業的前提及基礎 一連一度由The Catholic Academic of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主辦的嘉比亞爾獎頒獎典禮 於2014年6月19日 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舉行 嘉比亞爾獎 志在表揚各優秀的不同宗教的電影 電視及網絡節目 電台節目 本年度有過百個來自美國及加拿大的媒體參與 本台的電視節目 由 Sheridan Sanders 和 Sebastian Gomes 製作及主持的The Church Alive 榮獲最佳全國性宗教節目獎 The Church Alive 是一個突破傳統、節奏較快及互動性的宗教節目 節目的目的是由年輕的主持人 用充滿活力的手法 帶領觀眾從一個追上時代的角度 來激勵人們談論信仰 分享新福傳的故事 並強調天主教的廣泛性、包容性 和其豐富的傳統性 在此 恭喜The Church Alive的台詞幕後工作人員 榮獲最佳全國性宗教節目獎 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再會 好消息 好消息 由6月19日起 Bell5 TV與其他電視頻道供應商一樣 將鹽宇光天主教電視 列入獨立自選頻道 月費四元證 即可收看鹽宇光電視 Bell5 TV 654台 了解有關詳情 請即與你的電視頻道供應商聯絡 請瀏覽網頁 Bell.ca.5-tv 或致電18887593474